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当中有些人在其他地方听过吸引力法则 有些人就是第一次听到 吸引力法则自20世纪初期起就出现记载了 以下是简史 1906年 威廉·华特·阿特金森的《思想世界中的频率及吸引力法则》 1926年 印尼斯特·霍姆斯的《心智科学的基本观念》 1949年 雷蒙·霍利威尔博士的《与法则共事》 在20世纪初期 透过杰瑞和艾斯特·西斯的出版 关于吸引力法则的资讯和教学逐渐流传 他们的教学让我真正懂得了 自2000年之后 有很多关于吸引力法则的文章和书籍 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 随着吸引力法则受欢迎的程度日益提高 未来将会有更多作者和老师投入著作行列 1995年 我研习《神经语言程式学》 而理解人类心智与思想运作模式 我因而对人类学习方式有很多洞察 你阅读这本书的时候 将会发现它吸引你和其他人读下去 这本书的写作方式是每章节横幻相扣 而且好像任何一本训练手冊 你可以利用其中的工具 练习及问答和吸引力法则 紧扣在一起 我读过很多和吸引力法则主题相关的书 它的理论相当广泛 但是我反而找不到下面问题的答案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而我《神经语言程式学》的背景 加上运用不同学习方式的教学法 我想为学吸引力法则的学生 创造一本简而易学的指导书 利用书中的集题和工具 你可以很快学会 而且尽早在你的人生中 运用吸引力法则 我最常听到 也都让我最满意的赞扬是 我的书简单易读 练习很容易做 更多宗教和心灵团体大力推荐这本书 另外还有很多推销团体 直销公司 房地产经企人 理财顾问等商业团体 将这本书列为必读宝典 总之 这本书受到广大的喜爱